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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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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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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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什么样的建议给到粉丝 因为现在有很多日子过来看 生活太多了 对啊 生活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像梁子甘说 其实意大利人他们就是 很懂得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觉得保持一个正能量的状态 是挺重要的 在梁子甘 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活着就是比较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享受生活吧 刚刚你提到说 这个包特别能装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包里装了谁 哇 我记得我第一天 装了服装的所有东西 还装了护照 装了 好像还装了一瓶小的水 还有发焦 这个口红 它真的很能装 我不骗你 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就很实用 时尚又很实用 我觉得这设计的真的超厉害 感谢你 谢谢你 然后接下来有什么工作方面 有什么样的 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录完中餐厅可能 7月份会播出在湖南卫视 然后之前拍的电影 烈火雄雄 8月1号上映 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沉默的证人》 也是在8月份上映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的 那最后是这两位 就是最想对粉丝说的话 两位 我最想对粉丝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连带那个生活方式 就是其实快快乐乐的每天活 然后享受一下自己 现在这个生活 这个点点滴滴 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然后再就是 可以看两次的中餐厅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一定会去 其实前两期我也不看 这一次因为也是成新的阵容 所以我也挺期待 我就是很感谢 就是我粉丝每一位为我的应援吧 因为我觉得很感谢他们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处境和环境的时候 他们好像都是真定不移在我身边 但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好好去工作 然后去回报那段两个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